那就好 再见了 小雪笑嘻嘻地朝大家挥了挥手 然后是一张曼玉和自己一起上飞船 注意安全 旗开得胜 吴凡一边挥手 一边看着张曼玉说道 看着桃源飞船离去后 大家才收回目光 吴凡就和站在旁边的杨令叶 聊起了昨天的事情 包括林天龙和张曼玉的事情 杨令叶点了点头说道 林天龙看来是意识到了 当年犯下了太多的罪孽 所以真心赎罪去了 你们放心吧 他应该不会有事 倒是张曼玉这边 我还真担心 因为现有在有的年轻人太过疯狂 追星追到失去理智 知道张曼玉是去证明他们的偶像有罪 而宋杰纯无罪 可能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哦 爷爷 这个你就放心吧 小雪陪着曼玉姐去了 肯定能保护她的安全的 吴凡非常自信地说道 不 不 我不仅是担心粉丝会伤害到曼玉 而更加是担心小雪呢 这孩子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 就凭自己的喜怒来办事 如果那些粉丝逼急了他 他说不定就会放手一搏 大开杀戒 到那时 说不定血流成河 石横遍野呢 他的功夫紧在你之下呀 没有哪一个人能控制住他 杨令叶摇了摇头 啊 不会吧 我刚才交代了他的 吴凡呀 他在正常的时候 自然一切会听你的 可是到时候你不在身边 他失去理智时 肯定就不受控制了 也是 吴凡拍了拍脑袋 按想自己考虑不周呀 要是派你家姐妹去或许就好一点 你也别想太多了 杨令叶说道 只要他不开杀戒 只是教训一下那些人 还是可以的 那些盲目崇拜偶像的人 还真是要有人强力劝戒 好吧 那就只能静观其变了 不过 我每天都会打电话给他们 一是问一下进展 二是提醒一下小雪吧 吴凡也只好这样安排了 就在这时 吴大海和孟江美夫妇一脸笑容地走了过来 大家就看着他们 心想应该是有什么事吧 果然孟江美走过来后 笑嘻嘻地看着吴凡身边 抱着孩子的林妙 直接说道 吴凡呀 林妙 明天就是小飞龙满月的日子了 我们这里有一个风俗 就是要办满月酒呢 林妙 现在你当家了 你看着安排呀 这林妙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他虽然已经是吴府的总管 但是终究是城里人 对农村的风俗不太懂呀 吴凡见状 赶紧说道 林妙呀 你就安排大家庆祝一下就可以了 不过有一点要记住 一般办满月酒是要收礼金的 但是我们明天一律不收 就是通知所有人的到家里 来吃一顿午饭 庆祝一下 好 好 那就这样安排吧 我打电话给天生叔 让他安排一切 我就只管出钱 可以吧 林妙笑嘻嘻地说道 可是没有证据呀 警方调查的结果是 宋杰纯为了要演一个角色 而主动要和胡高上床 胡高以为是男女朋友 所以就和他上了床 可是上了床之后 他以此要挟说要演主角 他自然知道 桃园村不管有什么大情小事 一般都是刘天生来张罗的 他可是村长 在桃园村真正的一呼百应 果然 刘天生在电话里激动地说道 对 对 我昨晚还跟你婶婶说 小飞龙明天满月了 这不仅是你们家里的喜事 也是全村人的喜事呢 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番 既然你委托我了 放心吧 我一定搞得热热闹闹的 那就好 天生书呀 我的经验不多 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到时候多多提醒一下 林妙非常谦虚 好说 好说 总之你放心就是了 我待会有时间时 再上来和你们详谈吧 刘天生非常热情 挂了电话后不到半个小时 刘天生就来到了吴凡的家里 和吴凡及林妙详细地 制定了明天的庆祝规划 当天的下午开始 吴凡家里就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了 村民都主动上来帮忙 为明天盛大的宴席做准备 好在现在桃园生态农场已经运行正常 不仅蔬菜大量生产 而且野猪 香猪 黑山羊 石蛙 小龙虾 和鱼等也已经规模不小 随随便便就能整了十几个菜 当然 身为桃园村人 对于这些美食也已经习惯了 大家需要的是一个在一起高高兴兴的机会而已 第二天 吴凡家里一片热闹的场景 宋子玉带领的艺术团正在表演 吸引了大量的人围观 而其他的人就在准备中午的宴席 咦 那是谁呀 就在快到十点钟时 正在门口闲聊的人 突然看见有四个人走了过来 其中两个年轻女人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 突然出现的陌生人 自然让大家很好奇 这是谁呀 哥哥 嫂子 你们怎么也来了 就在这时 黄晓芬眼睛一亮 马上就冲了过去 一边很激动地叫道 哦 是他们 吴凡也看出来了 这一对夫妻是黄晓芬的哥哥和嫂子 手里抱着的肯定就是黄飞虎了 同时他也认出来了 另外两个女人 一个是婆婆 一个是儿媳妇 他们手里抱着的孩子 正是许飞虎 这两个孩子和吴飞龙是同一天出生的 而且三个人之间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故事 详细地说 就是林妙当初生下了吴飞龙后 医院的护士长把他抱走交给了雷猛 而让一个县医院的朋友 谎称刚出生的黄飞虎死了 实际上就把他抱到了林妙的身边 结果林妙和身边的那个孩子验DNA 自然就不是亲生儿子 所以发生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事情 当时怀疑是不是同一个产房生孩子时搞错了 所以吴飞他们千方百计地找到了许飞虎家里 而当时许飞虎因为患病死了 是吴飞把他救活的 黄飞虎也是吴飞还给黄晓芬滴哥嫂的 等于是挽救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家庭 另两个家庭感激吴飞 非让吴飞做孩子的义父 并且要他赐名 所以吴飞就给许家的孩子取名叫许飞虎 黄家的取名叫黄飞虎 自己家的有就叫吴飞龙 真没有想到呀 你们怎么来了 吴飞赶紧过去打招呼 恩人呀 我们的孩子满月 因为出生的时候和你的孩子有过交集 自然知道今天也是你的孩子满月 所以我们特意过来 一是大家同喜 二是表达对你的感激之情 黄飞虎的爸爸非常诚恳地说道 旁边的许飞虎的妈妈和外婆点头附和 就在吴飞要表示不用客气时 他们却分别把孩子抱着跪在了地下 说道 飞虎 这是你的义父 赶紧叫爸爸 小孩当然不会叫 但是却眼睛非常有神地看着吴凡 似乎在进行某种心灵上的沟通 好 好 起来吧 起来 吴凡赶紧上去把两个人扶了起来 笑道 义父没有准备 待会再给你们一个大红包 来 进去 进去坐 而这时 林妙抱着吴飞龙也过来了 看着三个虎头虎脑的男孩子在一起 大家也感觉到非常热闹好玩 想着这是天意 三个男孩子同一天出生 又相聚在桃园村 会不会以后来一个桃园三结义呢 因此都过来逗三个人玩 林妙这一次真正体现出了像一个女主人 陪着两个年轻的妈妈聊天 聊带孩子的快乐紧张 几个人有说有笑的 充满了生活的快乐 对了 兴趣正高时 她突然想起什么事的说道 我听吴凡说过了 你们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情做 不如到我们桃园村来吧 这样三个同一天出生的孩子 就可以生活在一起了 而你们也可以在这里找一份工作 怎么样呀 真的可以吗 许飞虎的妈妈眼睛明显一亮 激动地说道 要不是上一次吴凡 帮我们让那个工程方赔了一些钱 我们早就生活不下去了 只是我们住在这里方便吗 方便 我们家的四合院马上要建成了 到时候给你们一两间房子 不是挺好的吗 林妙笑了笑 那 那 要不要问过吴凡呀 许飞虎的妈妈还是有一些不敢相信 不用了 吴家现在我当家 所有的事情我说了算 林妙有些骄傲地说道 哈哈 太好了 我也这样想过 现在的孩子都是一个人 感觉会有一些孤单 要是能有一个伴 多好呀 现在 飞虎他们三个同一天出生的人在一起 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最好的 这样吧 我让我妈带孩子 我在公司上班 每个月交伙食费和房租给你 行吧 许飞虎的妈妈激动无比地说道 住在我家就是行了 三个孩子白天都可以在一起 至于什么费用就不用说了 我们家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只要你们能住下来 就是给了我和吴凡面子 林妙非常干脆地说道 好好 那我们决定了 你们呢 许飞虎的妈妈又看着黄飞虎的妈妈 黄飞虎的妈妈激动地说道 我家小姑已经在吴凡的公司上班一个来月了 她说了这里非常好 吴凡家里人对她特别好 工作也特别轻松 住在这里都不想走了 如果真的能住下来 也能找到一份工作 那绝对是求之不得呀 她的老公也在旁边连连点头 一脸非常激动的样子 好呀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住下吧 中午饭后 我就安排你们的住宿什么的 然后明天就让冰冰 给你们其中的一个人安排工作吧 这样有一个人工作 一个人带孩子 生活肯定是非常幸福的 林妙马上做出了安排 谢谢 谢谢 吴凡那么好 你也那么贤惠 难怪吴家搞得那么好 许飞虎的妈妈兴奋地说道 希望是越来越好呀 林妙略有一些尴尬地笑了笑 贤惠 要是你们知道我当初怎么对待吴凡的 可能就不会说这一句话了 因为今天是孩子的满月酒 所以孩子才是主角 未来的希望 祖国的花朵 林妙和另两个孩子的母亲 抱着他们坐在了最上席的位置 连杨令叶都主动让位 气氛非常之好 大家都非常高兴 看着上面三个虎头虎脑的孩子 大家只是觉得可爱 可是却没有人知道 他们三个人以后会做出轰轰烈烈的事情来 午宴过后 大家都有了醉意 各自在活动 林妙安排了两个飞虎和家人的住宿之后 也回到了房间 房间里 吴凡已经在午睡了 他已经养成了午睡的习惯 一天中午不睡一下 下午就像是患了一场大病 没有一点精神 回来了 都安排好了吗 吴凡见识林妙进来了 睁开眼来问了一下 嗯 都安排好了 他们带着孩子去休息了 林妙拍了拍怀里的吴飞龙 一脸柔情地说道 小飞龙也睡着了 吴凡呀 今天看着那两个小飞虎 感觉到好亲切呀 仿佛他们也是我的儿子一样 是吧 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曾经被你带过几天的原因吧 当时可是当亲生儿子对待的 自然就有了感情 吴凡笑了笑 也许吧 他们三人都经历了这个年纪不应该有的苦难 相信长大后一定会成为龙兄虎弟 像你一样有一番作为 看见他们都有你的影子 所以觉得亲热 林妙非常真诚地说道 可能吧 但愿他们三个以后在一起 能茁壮成长 互相帮助 成为真正的兄弟 吴凡非常满意地笑了笑 对 好了 吴凡 你睡觉吧 小飞龙睡着了 我也陪你睡一会 林妙暧昧地笑了笑 在把吴飞龙放在小床上之后 林妙就侧身躺在了吴凡的身上 因为知道到她的身体还处于恢复期 不能做什么事 所以吴凡也只是轻轻地搂着她 然后就闭上了眼睛 喝了一点酒 对睡觉确实是有一点帮助的 两个人很快都睡着了 两点半左右 吴凡睁开了眼 生活有了规律之后 生物中还是挺准的 到了时间就自然醒过来了 当我想你的时候 泪水也悄悄地滑落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响了起来 为了不影响林妙休息 她赶紧拿上手机 走出了房间 小雪 有事吗 看见是小雪打过来的 吴凡还是略有一些紧张 小雪打过来的 可能只有两个问题 一是他们被别人伤害了 二是他把别人伤害了 小吴哥哥 大事不好 我们从监狱出来时 被几千个人团团围住了 根本出不来 小雪很冷静地说道 什么 还有这事 受伤了没有 那你们报警了没有 吴凡脑袋嗡的一声响 赶紧问道 几千个人围住两个女孩子 这可不是小事呀 就是自己在那里可能都很难应付 受伤了 还伤得比较重 小雪语气中带着笑说道 啊 你 你受伤了 还笑得出来 赶紧报警呀 吴凡非常不解地大声叫了一句 报警了 警察还没有到呢 对了 受伤的是他们呢 我一个人打倒了几千个人 我真是想忍住不笑 但是实力不允许呀 哈哈小雪干脆放声大笑起来 什么 受伤的是他们 我去 我还以为是你和曼玉姐受伤了呢 你说的是真的 你一个人能对付几千个人 吴凡松了一口气 也感觉到有一点好笑 他没事 我保护得好好的呢 我们从监狱出来 大概走了二十公里左右 几千个人涌上来 把我们团团围住 我再三警告他们 让我们过去 他们不听 还用水瓶石头等攻击我们 曼玉姐一直在摄像取证 而我用一把雨伞 就把他们扔过来的石头和瓶子都震飞了 那些人实在是没有力气 一个个就会大叫为胡哥哥报仇 却无腹肌之力 女的像是温室里出来的娇柔花朵 男的也是像女的 打声嗲气的 有的扔石头就把自己砸到了 没有力气扔出去 后来他们见伤害不了我们 竟然用人肉战术 直接朝我们扑过来 妄图用人堆来把我们压死 我实在是忍不住了 就放手一搏 一个人沙江处去 开始以为今天会阵亡呢 没想到那些粉丝是如此的不堪一击 被我直接撞飞的就不在少数 我感觉他们像是棉花一样 轻飘飘的 还有一部分人被我一掌一个 悉数放倒在地 不过 小吴哥哥 一个人对付几千个人 实在是太累了 每人给一掌 我也要挥掌几千下呀 不过 现在我好高兴 因为地上倒了大片的小年轻人 现在都不敢动 因为我没有叫他们起来 谁要起来 我就上去踹他一脚 对了 曼玉姐拍了照片 让他发给你欣赏一下吧 小雪全程都忍不住在笑 显然把这当成了一件极其有趣的事情 想想也是 几千人居然被他一个女孩子横扫 这真得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呀 无凡完全相信小雪的话 因为如今很多的年轻人 在学校只注重学习 很少注重身体锻炼 而在家里 也是娇生惯养的 不是玩游戏 就是看偶像剧 从不做半点家务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手上根本就没腹肌之力 这是这样的人 只能在游戏里体验一下 王者般的荣耀 到了现实 就是弱不禁风 碰到了小雪这个女杀神 没有让他们送命 或许都是因为小雪 一直记得吴凡的交代呢 好 小雪呀 你切记只能正当防卫 他们停止了进攻后 就别再出手了 然后等警察来处理 吴凡听了后心中也觉得解气 但是还不忘提醒小雪 小吴哥哥 你放心吧 我保护的可是大律师 最懂法的人就是她吧 曼玉姐一直都在提醒我 哪些是可做 哪些事情不可为呢 我没有动手了 就在这看他们的 在地上躺着的那个鸟样子 哈哈小雪 又是开心大笑 好 你还是要注意安全 对了 曼玉姐呢 让她听一下电话 吴凡 我真没有想到 漂亮可爱的小雪 功夫那么好 几千个湖高的粉丝 竟然像是被秋风扫落叶一样 倒在地下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而且小雪还收放自如 并没有打死一个 相信警察赶到了 也不会追究我们的任何责任的 张曼玉也是非常激动 嗯 只要是正当防卫 一般都没有问题 何况你是大律师 自然可以为自己辩解的 这一点我倒是不担心 只是胡高的粉丝这么大胆 显然不是自发行为 而是被人利用了 所以你们不要太为难了他们 而是应该把幕后指使的人揪出来 不然以后可能还有类似的行动 吴凡非常担心地提醒到 对 我已经从一个为首的手机里 找到了个叫胡高后援会的群 里面有人把我要来替宋杰纯翻案的事情通告了大家 昨天也是他带来人酒店找我的 今天又是他号召粉丝 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堵截我们 待会交给警察 警察一定能把这个幕后组织的人揪出来的 我也知道粉丝大部分是被明星光鲜的外表和体面的收入蒙蔽了 他们本身并不坏 所以自然不会为难他们的 只要他们不犯我 我自然不会犯他们 张曼玉非常坚定地说道 那就好 对了 见到了宋杰纯没有 既然张曼玉他们没有危险 吴凡自然就转移到主题上面去了 见到了 听说我是来为他翻案的 当时就痛哭流涕 给我们下跪 然后在情绪稍微平静一点后 就把当初的事情 一五一时详细地说给了我听 吴凡呀 你不知道呀 他说出来的 远比他父亲宋高祖说出来的 或者是梁审判决书上通告出来了详细的多 也还残忍 令人震惊 胡高一伙居然如此没有人的底线 且还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唉 张曼玉一声长叹 哦 还有这事 能不能说说呀 吴凡有一些好奇 当然了 你是老板 我是你手下打工人 有义务向你汇报呢 是这样的 胡高其实玩弄了非常多的女孩子 大部分都是粉丝 他的助理潘杨伟会约年轻漂亮的粉丝见面 这些粉丝感觉到无比荣幸 就想结识一下大明星 出来也可以和同学什么的炫耀一下 自己认识胡高这个大明星呢 只是到了胡高家里后 那些人不仅会让他们喝酒 而且还会在酒里加一些药物 让这些年轻女孩子 喝了之后 要么不省人事 要么浑身炽热主动求欢 这就让稀里糊涂的 被胡高一伙人尽情地玩弄 而宋杰纯那天过去的时候 也看见有人在酒里坐手脚 当时问了一句 对方说是在调制鸡尾酒 就信以为真了 毕竟能喝上大明星家的鸡尾酒 以后出去的炫耀资本又多了不少呢 很多的女孩子 在第一次被莫名其妙地夺走了之后 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有的女孩子 就是被胡高他们强行玩弄的 但是出去后 有的就还是不甘心 就这样被玩弄 于是就在网上写举报信 但是这些天真 且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的女孩子 哪懂的人心险恶和社会很毒呀 胡高看见有人举报自己后 他的助理潘杨伟就联系删帖 还有就是联络水军对女孩子反击 各种乌烟会语往他身上招呼 这时一般的女孩子也就趴了 掩其吸鼓 还有一些女孩子手上有一些证据 胡高的助理就会联系他 给他一点钱 让他把证据灭失 但是在证据灭失之后 他们就反咬一口 报警说这些粉丝敲诈勒索 一般都会立案 女粉丝就为这罪名成立 要去监狱度过几年了 还有对于有一些敢于仗义之言 指出他们恶劣行为的市民 他们就去法院告诉 只要说了他们一句坏话 就能被告一个侵犯名誉罪 也是一告一个准 很多人只是因为网上的 一多谢分的话 而惹上了巨额赔偿 张曼玉大概说了 有十来分钟 这时话筒里传来了警笛声 吴凡就知道是警察来了 于是说道 好了 曼玉姐呀 其他的到时候再说吧 你们自己注意安全 一定要把胡高的罪行揭露出来 还送杰纯一个清白 并且在这个过程中 把胡高的一众势力揪出来 放心吧 就像你们说的 善恶中有报 他们可以嚣张一时 但终究难逃法网的 张曼玉非常自信地说道 那就好 你们忙吧 约束一下小雪 就说是我说的 千万别打死了对方 吴凡又叮嘱了一句 吴凡挂了电话后回到厅屋 看见杨令夜几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 也就很随意地坐了下来 问道 爷爷 你们在看什么节目呀 哦 看的电视频道 刚才在放一个抗美元潮的纪录片 很有意思 让人看了内心非常震撼 现在是新片预告 杨令夜也是随意地打到 而这时 屏幕上恰巧就出来了一个非常光鲜 非常帅气的明星 解说员热情 刘毅地介绍到 最年轻导演顶流明星胡高的 《芯片天使的福利》 即将在8月15日播出 影片讲述的是一群粉丝 为了见到自己喜欢的明星 刻苦学习 成功考上国家电影学院 最后有幸和这个明星同台 现役的励志故事 哇靠 吴大海忍不住骂了一句 我去他妈的 这不就是那个强奸了 宋高祖女儿的明星吗 怎么还播出他的影片呢 应该要封杀他才对呀 这简直就不是人 没有一点一得 对 这人真是死有余辜 但是我怎么看电视台 却像是在用这部电影来缅怀他 在为他歌功颂德呀 小蝶的妈妈也忍不住插嘴说道 杨令夜笑了笑 白白手说道 宋高祖的女儿说 胡高强奸了他 可是没有证据呀 警方调查的结果是 宋杰纯为了要演一个角色 而主动要和胡高上床 胡高以为是男女朋友 所以就和他上了床 可是上了床之后 他以此要挟说要演主角 说不答应就告他强奸 后来胡高不同意 他就恼羞成怒地杀人了 这就不能怪胡高呀 是吧 那是胡高一伙的一面之词 肯定不是真实的 吴大海脸色通红地说道 他实在是气愤呀 一个农村的女孩子 才读大一呢 怎么会如此不守女道 不可能的 不过杨令夜却还是笑了笑道 大海呀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 一切要依法办事 要用证据说话呀 你知道吧 就算你看见一个人枪杀了一个人 可是如果没有找到枪支 光是你嘴里说说 都不能定人家的罪呢 何况宋杰纯说的是 发生在一个小空间里面的事情 别人怎么知道真假呢 不管怎么说 既然有了坏名声 就要抵制他的电影呀 吴大海显然还是想不通 但是他的粉丝众多 号称有五千万呢 现在网上一边倒的 在谴责宋杰纯呀 还有人骂他呢 说明星和粉丝睡觉 是粉丝的福利 现在被他这么一闹 这个福利都没有了 所以从网上来看 宋杰纯才是被千粉所指的人 你们不能只用自己的思想 想当然的去看一件事 杨令夜有些无奈的摇摇头 这 这几个人一脸不甘的看着杨令夜 这时 吴凡说了一句 爷爷说的没错 一切都要有证据 没有证据支持 你就是亲眼看见别人杀人 也定不了别人的罪的 所以要想查清楚真假 只有曼玉姐搜集证据 那样就可以为宋杰纯翻案 同时也就能把胡高一伙人搬下来 吴凡 你让曼玉努力一点 一定要在8月15日前 找到宋杰纯自卫商人的关键证据 证明胡高一伙是强奸 这样才有可能让这部电影停下来 其实 说句实话 我在内心里 也相信宋高祖和他女儿说的话 杨令夜指着屏幕上的胡高 一脸厌恶地说道 只是时间过去几个月了 宋杰纯的案子都已经过了二审了 要找到证据也不容易呀 吴凡叹息了一声 也是 虽然张曼玉是律师 情统法律 但是时过境迁 很多的证据都会灭失的 这可如何是好呀 杨令夜眉头紧皱 似乎在思考对策 有了 就在大家都扼腕叹息之时 杨令夜 却突然拍了一下桌子道 吴凡 你去找一下你家姐妹 我相信以他们新猫国的高科技 或许能找到一些证据 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我去找他们 吴凡马上就站了起来 准备去公司 不过 杨令夜却赶紧叫住了他 你去哪里找呀 你家姐妹喝醉了 还在睡觉呢 今天都不上班 庆祝你家大公子满月 忘记了 还在睡觉呀 那等他们酒醒了再说吧 吴凡说完之后 又把张曼玉了解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杨令夜 杨令夜听了之后说道 对方急于阻止张曼玉调查真相 前面直接派人制造交通事故要杀死他 后面又挑起粉丝的怒火 怂恿粉丝去酒店找 今天又有几千粉丝 去路上堵截张曼玉 就足以说明 胡高一伙有见不得人的事情 努力一把 或许真能证明宋杰纯的无辜了 对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他们这么穷凶极恶 自然是怕真相出来 这更加说明 他们内心有鬼 那肯定的 杨令夜说道 一旦胡高一伙的罪恶被证实 那么他清纯帅气的形象就会瞬间瓦解 所有他这条产业链上的损失会非常大的 而且你们知道吗 这部天使的福利投资很大 还牵扯到不少的大佬 所以他们一定要保证播出 现在预售的门票就已经达到十个亿了 只要连续播一个星期 估计票房过百亿不成问题 号称是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一部电影呀 难怪他们会想尽办法来阻止张曼玉去调查真相 我担心呀 现在还是胡高的助理 潭阳伟在操纵对付张曼玉 以后不排除会有背后大佬插手 无凡 看来要速战速决 早就拿下 在大佬们没有反应过来时 就把证据找出来 让他们到时候插手都没有机会 小蝶父亲一脸担忧地说道 就在这时 你家姐妹从房间笑呵呵递出来了 看见杨立叶他们 赶紧打了一个招呼 然后你家小三指着吴凡说道 是你儿子满月 又不是我儿子满月 结果好了 你没有喝醉 却把我们搞醉了 昏睡了几个小时 你不是好人呀 下次和我也生一个儿子出来 当时赔偿 哈哈几个老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个新猫国的女孩子就是性格开朗 喜欢开玩笑 没有什么心计 所以大家都非常喜欢她们 你家老大扯了小三一把 示意她开玩笑要住一场合呀 现在吴凡可是有老婆的人 而且她老婆就在旁边的房间里 说不定就能听见这听屋里的谈话 你以为我家的酒不要钱的吧 猛喝 吴凡也开起了玩笑 并且一边站了起来 就在你家小三还要说什么时 吴凡却说道 对了 老大 老二 还有小三呀 我正要去找你们帮一个忙呢 说吧 什么事 我们什么关系呀 还用得着说帮忙吗 只要你一句话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你家小三拍着身体 激动地叫道 是这样的吴凡也不避讳 就把需要他们用高科技手段 去搜集证据的事情说了出来 没问题 你家老大没有任何犹豫说道 吴凡呀 我相信当初宋杰纯也把这些事情 跟警方说了 警方也肯定是经过了细致的调查 肯定是没有查出来对宋杰纯有利的证据 所以最后宋杰纯吃亏了 你去联系当初办案的警方 让我们看一下证物 我们再研究一下 如何获取新的证据 我可以这样跟你说吧 只要他们有监控 有拍照什么的 哪怕完全格式化删除了 我们也能复原 而当地警方就不一定能 对 对 我就是考虑这一点 胡高这些人有钱 又有女人投怀送抱的 所以爱好肯定和一般人不一样 或许就喜欢把迷运女人 甚至是群体运动的场景录下来 后来发生了命案 就马上删除了 或者是转移了 警方找不到 杨令夜听他们一说 也是非常激动的附和 那太好了 我待会再跟曼玉姐商量一下 看我们如何协助她 到时候再通知你们 吴凡马上做出了决断 好 随时听你使欢 那我们现在去外面逛一下去 你家小三条皮的朝吴凡吐了一下舌头 就和两个姐姐出去了 晚上的十点钟 吴凡看完了宋紫玉他们的表演 就走到了旁边没有人的地方 拨打了张曼玉的电话 了解一下他们的情况和进展 以便做出下一步的安排 哎 张曼玉一生常叹道 虽然我精通法律 但是从法律角度来看 宋杰纯被判故意杀人是没错的 因为没有新的证据 想要案子再审都难呀 我今天已经去相关部门走过了 他们都非常配合 但是一时之间查不出来什么 而打官司就是要证据 否则相关部门不可能启动再审程序的 还有三天 就是胡高导演的影片 天使的神秘播出的日子 我们要争取在这段时间找到关键证据 哪怕不能及时启动再审 也要让胡高的恶行 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不让大众在被他光鲜的外表所迷惑 吴凡像是下了决心地说道 那怎么办呀 如果是法律问题 我当然最拿手了 但是关键是证据问题呀 没有证据 我哪怕是律师 也不能空口瞎说 曼玉姐 我知道 也理解 这样吧 你和小雪今晚回来 明天我和你家姐妹陪着你一起去 利用他们的高科技 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证据 吴凡马上做出了决断 行吧 我们现在就回来 张曼玉有一些失落 这是自己出任桃源公司法律顾问 来为协会会员办的第一个案子 即如此的不顺利 给信心满满的她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呀 不过 还好 有了吴凡他们的支持 他相信自己的专业知识 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 一个小时之后 桃源飞船就稳稳地降落在了吴凡家门口 对不起啊 能力有限 事情办得不顺利 张曼玉下来后 看着迎接他们的吴凡等人 非常难为情地说道 没事 这不是你的能力不行 而是没有用武之地呀 来 我们到那边坐下来 讨论一下怎么办 吴凡笑了笑 指着旁边的几张椅子说道 小吴哥哥 那你们聊 我陪我妈去了 一天不见 十分想念 小雪朝吴凡挥了挥手 蹦跳着离开 今天那几千个粉丝挡路的事情 后来是怎么处理的呀 坐下后 吴凡有一点急不可耐地问道 张曼玉还没有回来时 他虽然也想了解 但是又不想打扰了他办案子 所以并没有打电话给他 哦 警察接到报警很快就赶了过来 而且还是那个队长带队的 一番调查后 认定了那些粉丝违法在前 而我和小雪是正当防卫 所以就拘留了几个为首的粉丝 现在还在寻找那个胡高粉丝后援群的群主 是他在群里号照粉丝干这些事的 我和小雪没有任何问题 警方还充分肯定了小雪的功夫 和惩戒分寸 说他有大局观 只是教训 而不是伤害那些小年轻人 那就好 你把查案的情况详细地说一说吧 真有点出乎难度 张曼玉说道 我申请调阅了所有的案卷 警方的侦查都是非常详细合规的 能考虑到的搜集证据的地方都做了 包括人证 物证 但是都找不到宋杰纯是被强奸时 自卫伤人的证据 也就是说光从法律层面 要翻案几乎没有可能 那肯定的呀 胡高那一伙人既然要做这些事情 肯定会有所准备的 比如他们提前让女孩子的手机关机 并且统一放在一起 就是防止女孩子录音录像 留下证据 特别是胡高被宋杰纯杀死之后 就算他们自己还留有一些音像物品 也会妥善处理的 这样吧 我们姐妹今晚加班 研究出一款软件 能特别修复 哪怕是格式化删除的东西 你家老大听了之后 主动提了出来 太好了 我相信 他们成员之间互相联系等 还有作为纪念等 一定会留下一些痕迹的 只是以警方的条件可能搜集不到 我相信你们 一定能做到 那你们赶紧去忙吧 吴凡有一些迫不及待地说道 好 那我们下去了 你家老大说玩挥挥手 就带着两个妹妹下去了 看着他们诱人的背影 吴凡心里还是非常感激他们的 上一次为了生产出反常人员感应器 他们三个也是通宵达旦的研究和生产 一个晚上就把产品做出来了 第二天就安装在了天水农产品公司 发挥了作用 把两个下毒的保安给揪了出来 看来 今天晚上他们也睡不成了 于中无凡对旁边不远处的冰冰说道 冰冰姐呀 你安排胖子弄一点夜宵给你家姐妹吃吧 要不然一个通宵会饿坏身体的 好 他和崔彩每晚上刚好上来了 我去找他们 饭水冰应了一声 马上就行动 一个小时之后 吴凡说道 好了 曼玉姐呀 你身体也受过伤 这两天又太累了 去早点睡吧 明天等 你家姐妹的设备出来了 我和他们一起陪你去 那就太好了 吴凡 有你去 我真的就有安全感 小雪虽然也能给我安全感 可是我总担心她会随时大开杀戒 非常紧张 张曼玉笑嘻嘻地说道 希望我们明天能有所突破吧 毕竟还有三天 天使的福利就要开播了 对了 你喜欢看这样的电影吗 吴凡好奇地问了一句 我看了节目预告 这个影片汇集了当今非常红的十几个小鲜肉做主要演员 这些明星的粉丝加起来就两三亿了 加上故事讲的就是明星和粉丝亲密接触 鼓励粉丝努力学习 还有一些亲热行为 让粉丝非常有代入感 所以门票预售非常火爆 已经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十个亿了 不过 说句实话 我喜欢更有男人味的男主角 有正义感 有功夫的 像你这样的 所以不喜欢这部电影 张曼玉没有任何犹豫 非常直接地说道 我感觉到吧 如果这部电影播出来了 可能会在以后导致更加多的小年轻人去追星 去追求那种一炮而红的生活 三观不太正 应该要制止播出 也不知道怎么审核过关的 吴凡呀 你不知道吧 现在是娱乐为王的年代呀 你没有看见那什么电视台 天天就是一帮人在台上嘻嘻哈哈 却非常火爆 还有那些什么综艺节目 就是一帮明星在追逐打闹 却常常爆棚 这种情况多着呢 数不胜数 我有时候都怀疑 是不是哪个部门出了外国的卧底 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引入夜夜声歌 娱乐为王 最后失去竞争力的地步呢 唉 张曼玉一声长叹 嗯 你想的还挺有道理的 希望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能成功 就能让国民有一个惊醒的机会 让大家明白娱乐里面的黑暗 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光鲜 大家就会自发地 纠正生活中偏娱乐的倾向 吴凡还充满了希望 但愿如此吧 好了 吴凡 我进去了 张曼玉似乎无心在讨论 这些让他烦心的娱乐现象 于是摇了摇头 恰巧他的同学胡信花过来了 就一起走进了屋子里面 今天是吴飞龙满月的日子 大家都非常兴奋 所以一直到了晚上的12点 吴家都还非常的热闹 吴凡看了看时间 也没有去理会别人了 而是钻进了房间 搂着林妙睡大觉 虽然现在并不能纳沙 但是他总感觉到了 有老婆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搂着老婆睡觉的感觉 真的太好了 第二天的早上6点钟 吴凡就起床了 然后准备跑到公司去看一下 你家三姐妹的进展 刚一出门 就看见了张曼玉 你怎么也起床那么早呀 吴凡有一些好奇的问道 哦 我习惯了早起 再说呢 心里一直牵挂着案子 睡不着呀 张曼玉笑了笑 那好 我们一起跑不去公司吧 看一下你家姐妹的战果如何 吴凡挥了一下手 两个人就跑了起来 两个人跑到公司后 直接进了你家三姐妹的设计 开发办公室 来了 吴凡 曼玉姐 你家小三见两个人进来 赶紧打招呼道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我们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 做了什么东西出来了 效果怎么样呀 吴凡激动地问道 一台设备固定一款软件 可以扫描任何内部存株 和外部存株设备 即使删了一年之久的东西 都能找得出来 所以 只要他们曾经有过音频和视频 与宋杰纯的案子有关 都能恢复 这可是最关键的一步呀 你家小三有一些骄傲地说道 对了 我这个手机曾经删除过东西 你看能不能恢复 吴凡马上掏出了自己的手机 就想着来做一个验证 你家小三 马上把桌子上的一个东西拿起来 把对应的插头 插在了吴凡的手机上 一脸戏谑地说道 吴凡 你可要考虑清楚 你和林妙之间 是不是拍过很多东西啊 如果我开始工作 你的什么验照和不雅视频 就要曝光了 再问你一下 要不要开始 没有 我们没有拍过什么不雅的 就是曾经为了验证她的胎记 看她是不是姚芳的妹妹 而拍过大腿旁边的一张照片 后来删掉了 而且确定是格式化了 就看能不能恢复 吴凡实话实说 那就开始了 你家小三说完 就在那台设备上操作起来了 你家老大和老二没有说什么 而是一直坐在旁边喝酒 淡然地笑着 神情很是得意 昨晚 胖子和崔彩梅带着徒弟胡杏花 给他们送来了夜宵 份量很足 没有吃完 早上就接着吃 不到五分钟 那种设备就发出了滴滴滴声音 吴凡 结果出来了 这里是恢复的视频音频 还有相片等一切的 曾经在你手机里出现过 而后来删掉的东西 你自己点开看看吧 要是没有什么隐私的在叫 我们看 西西尼加小三一边把那台设备 给吴凡一边开心地说道 吴凡点了点头 有些急不可耐地接过了那台设备 屏幕上显示了 有几个文件夹 分别是视频 照片 音频 还有文字 显然 这台设备在恢复内容时 就已经进行了分类 方便用户查看 啊 果然 果然 那张照片又恢复了 刚点开照片 文件夹里的第一张照片 吴凡就非常激动地叫了一句 那正是曾经拍下的 林妙腿上面胎记的照片 曾经因为这张照片 胡小英把它送进了看守所 说他假借和华神医一起给林妙治病 实在是行猥亵之事 所以看见这张照片 吴凡的心情有激动也很复杂 紧接着 他又看了看别的档案 竟然真的全部是自己以前删掉的东西 太厉害了 曼玉姐 你看这样的东西 能作为证据吗 吴凡很兴奋地把那台设备 交到了张曼玉手里 他行得正 做得端 还真的没有什么 是见不得人的 不怕给别人看 张曼玉看了一会 也是两眼放光地说道 这肯定可以算是证据呀 现在法庭上认可这些电子证据呢 而且视频 没有剪接过的视频 是最有力的证据呀 要是能在潘阳伟和胡高等人的手机上 发现有利于宋捷纯的证据 那就太好了 那就只有亲自试过才知道 有没有呀 你家小三很得意 走 那我们现在就去黑都县 张曼玉有一些急不可耐了 好 小三 你陪我们去吧 这设备可要你把关 不然在使用的过程中出了一点什么问题 那就尴尬了 老大老二就在家里休息 吴凡马上做出了安排 我们现在上回家吃早餐 然后马上出发 对了 这些东西就算是恢复在我手机里了吗 吴凡又指着自己的手机问道 没有 现在只是读取 设备有四个选项 要么是恢复到原来的设备 要么是保存到我的设备里 或者是同时保留到手机和设备里 或者是两个地方都不保存 你选择一下就可以了 吴凡听了你家小三的话 就点了两地都不保存的显像 在回吴凡家的路上 张曼玉简直激动地要跳起来了 因为从昨天大家的分析来看 胡高和他的那伙人习惯爱好 都有会有些变态 一定会存下一些情色的东西 在手机里 只是后来发生了命案 才临时删除的 而只要格式化删除了 警方是恢复不了的 警方能恢复的就是删除掉 但是没有格式化的东西 他不停地催大家走快一点 这样就可以早点吃完早餐出发 半个小时之后 桃圆飞船载着 吴凡和你家小三 还有张曼玉飞向了空中 小雪就留在了家里 保护吴家 一个小时之后 三个人就来到了黑都警局刑警队 哦 是你们来了 太好了 刑警队的彭队长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亲自给他们倒水喝 看见这一次多了一个外国女郎 他自然就多问了一句 这位是 哦 他的身份要保密的 这涉及到国家安全 吴凡解释了一番 好 明白 明白 喝茶 喝茶 彭队长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彭队长负责张曼玉在路上被人用车撞的案子 在吴凡的巧遇下 把作案的光头等六人抓获了 所以对吴凡已经是非常崇拜了 这个时候 他并不知道桃圆神丸就是吴凡研制的 因为吴凡并没有把曾经发生的一些热点事先说出来和自己有关 彭队长就是敬佩吴凡的功夫好 医术好 然后嗅觉灵敏 分析正确 无意间就把一个答案破了 那个在胡高粉丝后援群里泄露我的行踪 并且号召粉丝来围堵我的人抓住了没有 张曼玉喝了一口茶后 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有 他们能量很大 一直没有查清楚那人的真实身份 他的IP地址也追踪不到 彭队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是吧 那指使六个大汉要撞死我的潘阳伟抓到了没有 张曼玉又进一步问道 也没有 现在只是六个大汉供出 是受他指使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证据 不管是社交工具还是手机上面 都找不到了潘阳伟给他们下命令的证据 现在只能是往这个方向努力 否则只有口供而没有证据链 是没办法追究潘阳伟的责任 彭队略有一些尴尬的笑了笑 他们的手机都扣押了没有 扣押了 我们要查看 要搜集物证 当然要先把手机扣押 不过查了一天了 都没有进展 我相信这些人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 在聊天之后 已经把手机内存格式化了 所以不会留下证据 彭队 请把他们六个人的手机拿出来 我们有能力恢复 哪怕是格式化后的东西 张曼玉直接亮出了家底 真的 彭队眼睛一亮 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先进的东西呢 我们相关技术部门研发了几年都没有进展 这东西格式化之后 就像是一粒灰尘被风吹走了 再无踪影 你拿出来试过就知道了 张曼玉有意卖了一个关子 这东西格式化之后 就像是一粒灰尘被风吹走了 再无踪影 你拿出来试过就知道了 张曼玉有意卖了一个关子 听说有可能查出幕后主使 彭队长虽然还有一些怀疑 但却非常激动 马上就走进去 把六个犯罪嫌疑人的手机拿出来了 同时还有几个手套 你家小三熟练地戴上手套 然后就把恢复设备 和其中的一台手机连接起来 大约过了五分钟 在彭队和一个助手一脸疑惑的注视下 恢复设备发出了提示音 你家小三很镇定地说道 彭队 你现在再仔细地看一下这台手机里面 会不会有你们需要的证据呀 彭队很激动地点开了视频那个文件夹 结果里面马上传出来了 男女在办那事的声音 他有一些尴尬地说道 这是那个光头的 就是他在张曼玉你晕过去之后 还想强奸的那个人 你看 他确实是有这方面的强烈爱好 这视频里的内容 大概就是他曾经侵犯过别的女人的一些视频 这凭这些东西 他就要多一个强奸重罪了 说完之后 他又瞪大眼睛 看着你家小三说道 我的天呀 这真是太神奇了 果然可以恢复 我清楚地记得 当时他手机里 我们做了恢复 没有任何有用的东西呀 他旁边的那个助手也是一脸的崇拜 看着你家小三的眼神都特别地敬仰 把他当成了大仙了 张曼玉笑了笑道 你们把六台手机都恢复一下 就能查到潘阳伟 是不是指使他们来杀我灭口了 当然也许还能查出他们的另外一些罪行 最好是能查出他们和宋杰纯的案子有关 太好了 有这样的东西 以后我们警方办案就要容易不少呀 真好 真好 这样吧 吴凡 张曼玉 还有这个小妹 我们进去细查这六台手机了 曼玉是律师 可以和我们一起去 你们俩就在外面玩 中午我请你们吃饭 好吗 彭队激动地说道 可以 可以 吴凡点了点头 但又接着说道 我们的终极目的是要替宋杰纯翻案 要证明他是被强奸时自卫伤人 所以在你这里不能耽搁太多的时间 哦 你放心吧 我已经把张曼玉预袭的事情报告给了上集 上集分析后也觉得对方如此怕翻案 可能确实有问题 所以已经同意了宋杰纯的案子交由我们再次侦查 重查的原因就是出现了新的证据 如果证据确实对宋杰纯有利 那么曼玉递交的再审申诉也可能会很快得到批准的 彭队非常诚恳地说道 是吧 已经交给你们复查了 吴凡都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 对 其实上集队这个案子也多多少少有一些感觉到不对劲 只是没有证据支持 现在有大律师亲自来重查 所以上面说了 让我们放手去查 那就行 你们先查这六个人吧 如果能查到潘阳伟身上 就可以把他抓拿归案了 然后再查潘阳伟的手机等 说不定就有突破 吴凡非常高兴地挥了挥手 那好 你们随意 我们进去忙了 彭队说完 就拿着恢复设备和正物带装的手机进去了 张曼玉对着两个人笑了笑 也赶紧跟了进去 吴凡和你家小三会议一下 心情放松 就在那里惬意地聊着天 一个小时之后 几个人从里面冲了出来 为首的正是彭队 他一边往吴凡他们走过来 一边兴奋地叫道 太好了 潘阳伟和其中一个人的聊天记录 完全恢复了 我们马上要去抓捕他了 你看 吴凡接过他递过来的恢复设备 上面显示的是聊天记录 我接到一个在相关部门的粉丝通知 有一个叫张曼玉的美女律师 已经去法院调阅了宋杰纯的全部案卷 意图翻案 明天会去黑都监狱 开着一辆红色的超级跑车 你们一定要阻止他进到黑都监狱 让他永远开不了口 事成之后 给你们一千万 放心吧 居然还想证明那个婊子无罪 那就让他先去地狱等那个婊子吧 聊天的记录可以清楚地显示 潘阳伟的昵称伟哥 而另一个人老光显然就是光头 从彭队在旁边的解释 也能知道 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 证明伟哥就是潘阳伟 聊天发出的地址 就在省城的梦天大酒店 吴凡看完后 怒气冲天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 我就说怎么曼玉姐刚出师就不利 原来她去调院案卷后 就有人通知了潘阳伟 这些胡高的人 真的是能量通天呀 是啊 太可怕了 这些人是知法犯法呀 不过你放心吧 吴凡 我们黑都警局的人 不会犯这种错的 彭队一边说着 一边看了身边的几个人 这些都是我的心腹手下 我们去抓潘阳伟的事情 没有别人知道 他们绝对不会透露出去的 只是潘阳伟 他们一般是在京城的 你怎么能肯定他们现在省城 吴凡还是略有一些担心 哦 他们在省城梦天大酒店 有一个胡高工作室 昨天还有新闻报告说 他们在省城为天使的福利 首映做最后的宣传呢 我已经让黎的最近的一个同事 去侦查过了 他们确实还在里面 彭队非常自信 那就走吧 抓住了他 肯定能从他的手机里找到他和光头聊天的这段话 甚至能找到别的有利于宋杰纯案的证据呢 赶紧走 吴凡听了之后 也是很激动地挥了一下手 原来还以为至少要到京城去 才能正面接触到潘阳伟呢 没想到他们竟然到省城来了 为了不打草惊蛇 彭队带着手下人 身穿便衣 分成四辆小车赶到了梦天大酒店 为了安全 还有特警支队的人 在局里后命 毕竟不管是胡高也好 还是其他的小鲜肉明星也罢 粉丝众多 一旦他们得知 胡高的助理要被抓 失去理智之下闹事 也是非常不好应付的 哇靠 怎么那么多人呀 车子转了一个弯 来到离梦天大酒店 还有五百米远时 张曼玉就指着外面 忍不住惊叫了一句 只见酒店外面 已经被密密麻麻的年轻人 围了一个水泄不通 这些年轻人都非常兴奋地大叫着 而且大部分手中都举着牌子 上面写着的是 他们喜欢的明星的昵称 其实最多的 竟然是已经死了的胡高 道路已经被围住了 根本就通不了车 有交警在现场 似乎也无可奈何 毕竟现在是真正的法不择重呀 现场估计有几万人 难道还能一个个去拉开他们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呢 彭队他们只好把车停在附近 然后走路进去 顺便问旁边的人 他们都是身穿便衣 虽然不像是疯狂的粉丝 但是也没有任何人 会把他们当成警察 胡高导演的电影《后天要》上映了 剧组来宣传 大部分主要演员都来了 有我喜欢的雷鸟和肥包 哈哈 我要去见他们 找他们要一个签名 要是能合影一次 少活十年也值了 要是能和他们睡一次 马上死了也值了 哈哈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 兴奋地答道 看着他那只嫩的脸蛋 完全没有一丝羞涩之心地 说出这么露骨的话 彭队脸色都黑了下来 我的天呀 要是自己的女儿这个样子 那真是失败的人生 养女不交如养猪呀 黑鸟 黑鸟 我爱你 肥包 肥包 我喜欢你 做我的老公吧 在这个女孩子兴奋地说话时 旁边的人此起彼伏地大叫道 看着这么火热的场景 你家小三不停地摇头 苦笑道 在我们国家 这么年轻人的都在努力地学习 或者是在开心地运动呢 我们国家所谓的明星走在大街上 认识的人最多打一声招呼 基本上是视若无睹 哎 难怪贵国的科技能力那么差 也难怪你们的竞技体育水平那么低 长期以往 只怕是国将不国呀 毕竟这些才是祖国的花朵 却往这样的方向发展 听了他的话 旁边的彭队等人脸色通红 非常的难堪 几万的人围在这里 如此疯狂 就是为了见自己的偶像一面 真不敢想象呀 不行 你们不能进去 就在几个人好不容易挤到酒店门口时 却被数个黑衣大汉挡住了 这些黑衣大汉一个个戴着墨镜 挂着耳机 看上去就透露出一丝嚣张和霸道 我们是来住酒店的呀 彭队不想暴露身份 只好假装是住客 不好意思 去另外找酒店吧 今天这里我们包了 我们是天使的福利剧组 待会要举行明星见面会 你们进去不安全 一个黑衣大汉非常坚定地说道 你们是胡高的保镖吗 彭队很好奇地问道 对 他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这部天使的福利会把他的精神传播出去 让世人敬仰和怀念他 所以我们这些保镖一如既往地跟在潘哥身边 就如同保护胡哥一样 那个保镖非常得意地说道 我去 一个戏子而已 还有可能是罪犯呢 还静养 你家小三听了之后 忍不住不懈地说了一句 你找死 敢这样说 胡哥 那个保镖听了之后大怒 直接抬起手 就朝你家小三脸上劈了过来 不过 就在你家小三杀气陡然生疼时 旁边一个人却一把抱住了那个保镖 在他耳边说道 你怎么不看一下场合呀 这是外国人 你以为是国内的傻粉呀 打了还以为是福利 他外国人是会引起外交纠纷的 赶紧住手 那个保镖看了你家小三一眼 这才把手放了下来 吴凡也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 只要任何人敢攻击自己身边的女人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保护 见对方停下了手 他也松了一口气 然后在你家小三的耳边小声地说道 小三 在证据没有出来之前 不可以轻举妄动 否则这些粉丝的怒火就能把我们烧死 就在这时 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察走了过来 显然是当地派过来维持秩序的 他看见彭队后眼睛一亮 激动地说道 彭兄 怎么是你呀 你怎么来了 你也有喜欢的偶像吗 彭队心中一喜 哇靠 这么巧呀 碰见了自己最好的兄弟 曾经战斗在一起有六年多的时间呢 于是他就赶紧在他的耳边小声地说了一阵 那个警察看了看吴凡和你家小三等人一眼 神色有一些惊骇 但却不敢表现出来 这是因为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警察 功夫特别好 有时候领导外出 会派他贴身保护的 所以他曾经去过桃园村 就是吴凡死了 各大领导去祭拜的那一次 没想到 在这里 竟然又看见了吴凡 虽然吴凡非常低调 不想运用在省城的关系 但是他可知道 以前省里的一号人物 就住在吴凡的家里呢 而且吴凡还是桃园神丸的真正研制者 不过他最终也没有动声色 而是赶紧走到附近一个高大的黑衣大汉面前 小声地说了几乎句什么 那个黑衣大汉 看了吴凡和彭队几个人一眼 就朝挡着的黑衣大汉挥了挥手 这些黑衣大汉见老大发了话 这才赶紧把路让开了 有时间喝酒 我现在有事 彭队朝那个警察挥了挥手 他们还是挺给你们警察面子的 进去后 张曼玉对彭队说道 那肯定的呀 真正的维持秩序 还是靠我们警察 再说了 我刚才的那个老兄 级别不低呀 这里的安保可能就是他在负责 剧组能不听他的吗 彭队有些骄傲地说道 嗯 那我们尽量不闹出动静 好给你朋友一个交代 张曼玉笑道 无妨 我们是警察 承办罪恶 维护正义 是我们神圣的职责 如果查清楚了潘阳伟 和你被谋杀的案子有关 就要当场把他带走 而且要当着粉丝的面 让他们知道 原来他们疯狂崇拜的偶像 居然如此不堪 彭队非常严肃地说道 对 对于罪恶就是不应该客气 待会行动时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你家小三非常认真地说道 对彭队表示出了敬佩之情 好 谢谢 相信我们能对付他们的 毕竟我们是代表正义 是国家的执法机关 不是一般的粉丝 他们不可能玩弄于鼓掌之中的 彭队非常自信地笑了笑 站住 你们不能进去 在走到胡高工作室 所在的酒店楼层时 黑压压的保镖堵在了走廊里 直接又把几个人挡住了 彭队刚才跟维持秩序的负责人 说的是要进来办事 但是并没有说要查胡高的助手 潘阳伟 所以下面那个胡高保镖的负责人 也不可能通知上面的兄弟 我们是警察 听说今天有杀手要来搞事 我们急需见到潘阳伟 彭队直接亮出了证件 有杀手 那些保镖听了之后神色大惊 呵呵呵 虽然他们是大明星的保镖 出去威风扒面 走在大街上旁若无人 可以肆意地把挡路的人推开 让粉丝大呼很帅 但是他们内心还是怕碰见真正不要命的人 毕竟保镖只是一份工作 犯不着为了一个明星 就把自己的命丢掉呀 对 线报说杀手人数不少 而且携带了重武器 所有明星的安全可能面临极大的风险 我要马上见到潘阳伟 彭队一脸着急地说道 你等一下 我去请示一下潘哥 一个保镖 显然是负责人 听了之后也是非常紧张 马上就朝里面跑了过去 彭队和吴凡会心一笑 你们跟我来吧 那个大汉在几分钟之后出来了 比较客气地对彭队说道 彭队带着吴凡和你家小三及张曼玉 还有四个同事 跟着那个保镖往里面走去 他看了看吴凡 摇了摇头 吴凡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因为走廊里居然聚集了上百个保镖 如果不上来 怎么会知道明星来开一个宣传推广会 居然有上百个保镖护架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 明星的收入确实是太高了 毕竟只有钱多才能请得到保镖呀 走进胡高工作室 几个人眼睛一亮 只见里面金碧辉煌 很多的明星正坐在那里喝酒 身边都有角色美女相陪 美女都穿得非常清凉 白花花的真黄眼 一片阴歌厌恶 天下生平的景象 张曼玉大致看了一眼 确实是有十来个最当红的小鲜肉明星 几乎是一线鲜肉明星的三分之二都到场了 她虽然不追星 但是同学之中追星的不少 所以对于特别红的明星 还是听过不少 久而久之敌见了也就认得出来 也难怪天使的福利 玉兽就到了十个亿 这简直就是顶流明星的聚会呀 光是每个明星就有几千万的粉丝 能不多吗 来啊 待会我们就要下去参加影片的推广会了 在这里 先庆祝我们的玉兽 已经突破了十个亿 再庆祝我们预估的总票房超百亿 来 干了这杯 一个身穿西装 染着黄头发的高个小伙子 举起了酒杯 很兴奋地叫道 呵呵 为一百亿 干杯 大家都发出了兴奋的叫声 把寿中的酒干了 这时 那个保镖带着彭队来到了那个年轻人的身边 在他耳边急响声地说道 攀哥 彭警官到了 好 潘阳伟点了点头 然后对其他的鲜肉明星说道 推广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先下去吧 和粉丝见见面 号召他们三天后带着亲人朋友 去看我们的天使的福利 刚才 那个保镖也是找到他 悄悄地把有警察上门追查杀手的事情 告诉他一个人的 所以他现在就想着让其他的人先下去 万一有杀手 那也是这些明星遭殃 自己肯定没事的 而如果真有哪一个明星被杀手干掉了 那无异于给 天使的福利做了一个最悲情 且最大化的广告 要是说之前还有人不知道这部电影的话 在几万人的现场 影片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当红明星被人干掉 那一定会震惊全国的 而且不明真相的人会更加同情剧组 会自发地去影院支持 那些明星可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于是带着保镖 很兴奋地一起下楼去了 怎么回事 居然有杀手 你们警方是干什么吃的 在除了保镖没有别人时 潘阳伟非常生气地 指着彭队的额头说道 你们早就跟你们说了 要保证我们活动现场的安全 大胆 对彭队如此无礼 尼加小三 可见不得一个奶油小生 居然敢这样对待人民的守护神 于是娇喝了一句 你 潘阳伟似乎也感觉到了 自己确实有一些过分 加上看见这是一个外国女人 于是也不再追究 而是看着彭队说道 你说吧 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何避免那些杀手真的搞出动静呀 彭队看了看 留在旁边的六个保镖 然后说道 能不能让他们先出去呀 因为有些事情不好让他们知道了 会走漏风声 毕竟杀手 就是其中的一个明星请过来的 虽然这只是一种计谋 有意乱说 但是 潘阳伟显然身性不疑 他大吃一惊后 朝身边的保镖挥了挥手 各位听友朋友们 被窝故事继续连载精彩故事 如果觉得故事好呢 就点击订阅 点赞支持一下 你的支持 是我更新的无限动力 想要继续精彩故事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 请按照聚集顺序开启下一集